那刚才呢 几位演员都介绍了 他们各自喜爱阅读的这个书籍 那胡哥也给我们推荐几本 你所喜爱的作品 好吧 好的 这本书呢 跟我前两天在东方卫视 看了一部戏还有点关系 我是因为看了那部戏 我才想到这本书 前两天是这个大江大河的大结局 我在里边看到一场戏 我特别感动 是这个雷东宝 成功收购了这个电线厂以后 他去了自己的这个 心爱的妻子宋应平的这个墓前 他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 但是呢大部分的时间 他都在回忆 他们之前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这段戏非常的打动我 让我突然想到了一本书 叫《福生六计》 其实我们在看很多的 成功学的书 心灵鸡汤的书之外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寻找一下 我们生活中的小确幸 其实真正的幸福 点点滴滴就在我们的生活中 所以李玉堂先生就曾经说过 云娘是中国历史上 最美丽最伟大的女性 希望您能够找到她 谢谢胡哥的推荐